你 你没事吧 你不看路吗 我不想再看到我爱的人死于车祸 对不起 以后还我保护你 你房间在那边呢 回去啊 我不想回 就想跟着姐姐 赶紧回 这是在家呢 别犯疯 姐姐的意思是 不在家 就可以围锁地围了吗 关 听话 快回去吧 我没闹 我是认真的 微微阿玉 你们回来了 直逸 你觉不觉得微微和阿玉之间 是不是阿玉那小子又欺负她姐姐了 你多管管她 可以啊 我们秋月长大了 都可以保护姐姐了 姐姐 你会喜欢白衣裳吗 怎么可能 哎呀 性子够凉啊 你哥哥玩玩啊 哎呀 谁最难 以后帮我来保护你 小摸可以光明正大的摸 谁要摸你了 你这样我不舒服 那你可以换个舒服点的自身 谢医生 嫂子 许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知道 白情欲得的是什么病 其实师哥她 上次你和我说 你有喜欢的人吗 我喜欢的人 就是你 真假 我也是 是 她怎么样了 正在治疗 她应该是从孤儿院刚跑出来的 明天我 明天我 这里可是医院 干嘛 师哥 你直接 是 师哥 你不是不是让别人坐你床吗 查房子 忘记做自我介绍了 我 叫现在 你这师弟 比你可爱多了 我这小伤 不用 别动 别忘了 你还欠我一个答案呢 所以你跟踪我 姐姐最好乖一点 不然 师哥 是吧 主任教育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都说了 你这个师弟 他真比你可爱 在那个小女孩儿醒来之前 你哪儿都不许去 今晚你就睡在这儿 姐姐是那种躲视的人吗 师哥 刚才那名女谁啊 稍等点 行啊师哥 我爸 你终于等烦心了 你终于等我烦心了啊 走走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睡少后倒是一副人出无害的样子 姐姐怎么来完就跑啊 那弟弟还想做什么呀 这时间地点不合适吧 师哥 这小女孩谁啊 问他 这孩子管的姜妈呢 你看热闹不嫌适当 爸爸 小 小朋友 这父女相认的场面 好感动啊 师哥 你真是闷声干大事啊 佩服啊 闭嘴 小朋友 我不是你爸爸 你认错人了 你真的不是我爸爸吗 可你爷爷说 他要去很远的地方 会还爸爸妈妈来照顾我 爷爷是骗人的吗 坦坦 爷爷呢 没有骗你 以后呢 你会有比别的小朋友 就有更多的爸爸妈妈来爱你 比如我 我是许妈妈 她是白爸爸 她 谢你 谢叔叔 谢爸爸 不哭了啊 姐姐 白医生也在 秋雨 什么情况 她的状况 我 出去说 谢叔叔来喽 这个小女孩 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那可以治愈吗 就